近日,据JYP透露,Tress以及Niju将在2021年末出演各种日本舞台 特别是他们近日在日本Live Research公布的2021女子组合人气排名中 在多个部门中名列前谋,在当地证明了他们的存在感 今年12月,三组成员将展开各种各样的日本活动 首先Tress以稳定的人气,展现着K-POP代表女子组合的面貌 10月12日发现了第三张珍贵专辑《爱的公事》 在美国公告牌三大主榜单Bailbrot 200中排名第三 创下了自身最高纪录 并在12月4日的排名中升至第16位,连续两周登上榜单 在日本最大的唱片店Tower Record 登上了Oricon每周国际专辑排行榜第二位等人气飙升 3日发布第9张日语单局的主打Darnot 发布两日便获得了446万浏览,以及54万点赞 让Tress被大赞真正的仙女 一集方面,18日在日本举行出道Showcase后 一集将于22日发行日本最佳专辑正式进军当地歌坛 引起了日本粉丝们的热烈关注 此外通过选秀节目Ease Projector诞生的Niju 是GYP代表制作人朴真英提出的GYP未来发展蓝图中 成功实现Globalization by Localization的组合 所有歌曲都在日本主要音乐排行榜上创下记录 似乎从侧面证明了其巨大影响力 去年正式出道29天后 就进入了当地代表年末特级放送的NHK的红白歌会 今年也闪耀确定位置,确认了连续两年出演 这也再次证明了GYP女团在日本的人气 大家怎么认为呢? 欢迎留言 爱都韩语社 每日结束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